如何用11个字就让一国百姓为之后悔 甚至还能打脸世界霸主美国 这个问题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萨达姆 他的临终额虽然字少 却能让美国无地自容 甚至还精准预测十几年后的伊拉克 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呢 萨达姆意为起来抗争的人 这个名字似乎早早预言了萨达姆的一生 小时候跟家暴的继父抗争 长大读书后跟被刺杀的对象抗争 但也正是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让萨达姆能够成功拿下伊拉克的总统位置 上位之后他选择跟苏联交好 把石油收归国有 这也极大的改善了当时伊拉克老百姓的生活 读书医疗基建这方面都有改善 但是萨达姆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曾豪迈放言 伊拉克人要不不战力 要战就要站在世界巅峰 但是这也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 海湾战争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 直接吓傻了伊拉克的民众 那为了自保 美军入侵的时候 他们不仅不反抗 还劝萨达姆赶紧投降 不要阻碍他们奔向自由民主的生活 靠着这帮给力的民众呢 萨达姆没几个月就被抓了 监禁了整整三年 吃饭上厕所都有人看着 死在绞刑架上的那一刻 或许对他来说也是解脱 多年以后 女儿公布了萨达姆的临终遗言 没有我的伊拉克一文不值 那对此 伊拉克民众只能沉默 因为或许他说对了 他们居然真的敢相信 全世界最大的忽悠美国 萨达姆死后 美国不仅没有实现承诺的富强民主 相反还开始各种掠夺 想当年 伊拉克凭借着石油在中东 也是能说得上几句话的 现在呢 没人再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是事情已成定局 再怎么后悔 萨达姆都已经死了 他们现在呢 只能用自己的一生去劝解世人 相信老美的鬼话 只会家破人亡 那么对此 屏幕前的大家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